毕复崩坏 毕复是阿弥陀佛 崩坏就是他的心意 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的意 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 这还得了吗 就从这一句里头 我们就能体会到阿弥陀佛 对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的大恩大德 再找不到了 一个众生都不舍 佛师们中不舍一人 我们有分别性 有执着性 这个人我喜欢他 那个人我讨厌他 阿弥陀佛美哇 阿弥陀佛看一切众生 是平等 帮助一切众生 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圆成佛道 这是弥陀佛的崩坏 也是一切祝福的 如来的崩坏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一切如来崩坏 让阿弥陀佛来落实 没有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没有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月 弥陀佛这个祝福本怀 也不能兑现 于是我们能体会到 我们对弥陀感恩 所有一切祝福 对阿弥陀佛 像我们一样的感恩 为什么呢 他能够帮他们的本愿落实 你能够体会到这一层 感恩的心才能生起来 这个是自信的第一德 能生出来好啊